大家好,我是肖肖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解 甚至残局 这款残局 阵形比较特殊 像一个圆形一样的 其指令呢 站位 也是 比较特殊 黑方这里可以说是平居 就是绝杀的琴 那红方的地步 如果说是相帅 黑方 就有步步连江 黑方这里退去 禁居 这将只能退帅 你退帅吧 这里在上马 这将也只能再退 好 那这个琴 可谓说就是 就没骑可走了呀 直接禁居 这个琴 这个琴就绝杀 那红方这个琴 能不能 守得住呢 红方有双马 一炮 红方第一步骑 直接就 上马 这将 黑方 只能说是平降 只能说是平降 你平降 我在 回马 这将 事实 事实 黑方老将是不能退降 如果他这里你退降 好 然后 然后这里就在上马到将 黑方呢 他只能说平降 只能说是平降 马后炮 因为他这里上降的话 马后炮 绝杀 也不能平到四路线 也不能退 只能说是平到六路线 但是等他一平过后 我们这里就 再回马 到将 黑方 平降也好 平炮 马后炮 退降也好 平炮过来 也是马后炮 都是叫杀得起 所以我们第二步骑 回马 到将的时候 黑方是不能进退降 只能说是平降 等黑方平降以后 我们再上马到将 黑方现在呢 也只能说是在平中 等黑方平中以后 我们再上马到将 现在黑方这里呢 该怎么走 黑方不能退 如果他一退降的话 浸泡 马后炮 就要杀 只能说是平 等黑方平降以后 我们红方六路线的马 就可以起到作用 回马到将 黑方现在 不能平到中路 只能说是退降 一退降 我们这里就不能再浸泡 一浸泡的话 他这个骑也不能绝杀 也没有引力 所以我们就可以先上马到将 现在黑方的话 不能说上将 不能上将 如果他一上将的话 那这个骑 摆得更快啊 我们就这里上马到将 黑方不能平不能退 所以黑方这里是不能上将 所以黑方这里是不能上将 他平降的话 就是浸泡 马后炮 绝杀 只能说是退降 等黑方退降以后 我们这里在上马到将 黑方 黑方也就只能说是 将士平武 然后我们在平炮 马后炮 绝杀无减 所以这个骑 也是比较特殊 是把马后炮 这个骑 充分的利用了起来 所以 这一盘骑 大家学会了吗 好 今天就讲讲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奇谷的观看 大家好我是肖肖 今天给大家讲解 上去残局 今天这个骑 红方仅有马兵 黑方能有单居 现在黑方只要一进居 进底线 然后再平居 造江 这个骑就是个绝杀的骑 或者说不进底线 进到何看 再平居造江 老将宇造中 这个骑 你依然是个绝杀的骑 但是红方地不骑 这个想要胜的话 好像还挺难 那如果红方地不骑 是平兵造江的话 那黑方老将一退降 你再进兵 就给你踩掉 你进马造江 你进马也告不出江 然后你这个骑 依然是没有办法 哎 我感觉我的江啥子 哈喽大家好 我是肖肖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解 下个残局 今天这盘残局呢 红方有马兵 黑方有单居 但是黑方单居肯定是必胜的起 黑方这边直接平居过来造江 你只能是一平率到四路险 然后老将宇造中 再平居造江 这个骑就是个绝杀的骑 那红方还能不能守得住呢 如果说红方第一步骑是平兵造江 那黑方老将一退降 那你再进兵 他就给你做掉 那你这个骑 就算是不行 那红方应该怎么去守 能不能化陷为一 反败为胜呢 当然是可以 那我们红方第一步骑呢 应该是进兵造江 红方进兵造江 黑方呢 只能说是退降 黑方一退降 那红方依然是进兵造江 在此时此刻 黑方只能说是退降 而不是说上降 如果说黑方 他选择上降的话 那我们一回马造江 就是一个绝杀的骑 所以在我们第二次进兵造江的时候 黑方只能说是一个退降 好他一退降 那现在好像红方就没有办法了 而且黑方的G也可以出来 他G一出来 那红方这个棋就很 就会必败 那应该拦住黑方 该怎么去拦呢 如果你一平兵 过来拦 当然这个棋也不行 正确呢 应该是进马 过来拦 拦住黑方的一个去路 那现在黑方的G不能吃马 吃马之后我兵就顺势给你做掉 做了以后呢 这个兵可以剩 所以这里他不能吃 不能吃 那黑方现在老将也没有办法可以动 只能说是平一步居 好 你平居 所以 红方此时呢 就可以 有一个好棋 可能此时有的好 有的棋 有的就说进兵 就是一个军 就是一个 双将的棋 那你进兵 你这个兵已经成了底兵 那你一个马 对方还有一个G 这个棋 也没有办法 所以此时不能进兵 有一个双将的棋 只能说是回马 下一步我们平兵或者进兵 就是个绝杀的棋 黑方呢 如果他防止我们进兵 他在底线里面 手就用G平一步走一步弦 那我就平兵着江 那黑方老将不能吃这边马 给看着 也不能平到五路线 所以这个棋 他来守 在底线来守是不行 如果他底线守不行 他进一步拘 过来逮我们的兵 那我们兵直接成底一将 依然是个绝杀的棋 那如果他说进过来 照江以后再平过来守 那红方依然是可以进兵 因为红方这里是进兵也好 还是平兵也好 都是一个绝杀的棋 所以黑方这个G呢 俨然是守不住的 好了 今天这个残局呢 就讲解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奇友的观看